大家好,我是全民风交易的小编Kat凯特 因为听说Tesla创办人马斯克现在身价超越贝佐斯变成美国首富 很多买Tesla的股东股票变黄金,赚到钱一秒变Tesla车主 路上越来越多Tesla 而且各大车厂像Porsche、B&W、奥迪、Mercedes-Benz 也都投入研发并且宣布2025年禁售油车 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想 诶,我是不是也该换一台电动车 但是电动车要怎么发动? 没有油箱诶,是充电,用电充 那么这些充电站又是谁做的呢? 没有买到Tesla,但是想要参与电动车男孩的朋友 赶快动动手指,用力按下喜欢、订阅加分享哦 我们先来看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这是Chartpoint公司在2020年的投资简报 大家应该有看到在未来的五年内 你我都会看到 路上在跑的车 每七台会有一台可能会变成电动车 可能是Tesla或是Apple Car 而这14%的车在以后油价涨价前一天 不用和我们一起去加油站排队 因为他们将有专属电动车的充电站 所以大家再想象一下 如果2025年后所有油车都要退休了 现在和你一起塞在马路上的左右邻居 全部都变成电动车 而且哦,在星期天晚上 大家在排的不是加油站 而是充电站 有没有颠覆你的三观了 没错 未来充电站将会像7-11一样 有越来越多的设置 而目前市场上讨论最多的公司 除了Tesla的超充站以外 就是2007年成立的ChargePoint 和2009年成立的Blink ChargePoint这间公司来自加州 目前在各地 已经在营运的充电站超过11万台 而充电服也超过了8000万次 特别的地方是 ChargePoint公司实际上 并不是充电桩的实际拥有者 他单纯就只是把制造出来的产品 然后当作产品直接卖断给充电站的主人 例如像Facebook、NASA 或是3M或是迪士尼等等的大公司 也或是一些社区大楼的业主 然后这些站点主人 每年再付一些服务费 或是软体维护的费用给ChargePoint公司 对充电桩的主人来说 他们可以自行去决定 要不要开放给外部使用者 当作盈利来使用 在这边凯特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ChargePoint真是太会做生意了 他们运用的概念 就是把产品和一个共享经济的概念 打包销售出去 你看ChargePoint告诉客户 你今天跟我买这个充电站 不但可以自用 还可以出租盈利 是不是就好像你买了一间房子 房仲业务告诉你 你可以自住 然后分租出去 顺便还可以帮你用住进去缴贷款 算盘打一打 好像真的还蛮划算的 那么今天ChargePoint把充电站卖给你 先收了一笔销售的费用 然后之后 每年拥有固定的维护设备收益 和软体交换优化服务费 完全就是一个永续收入的概念啊 接下来我们看Blink这间公司 股票代码BLNK 在NASDAQ挂牌交易 在2009年在佛州创立 目前在美国拥有5600台的商用充电站 9000台的一般居民充电站 是美国第二大汽车充电公司 但是Blink和ChargePoint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不卖充电桩 对 它不卖产品 就是一个卖效不卖身的概念 因为它只卖服务 也就是说充电桩的所有权为Blink 而Blink提供设备 安装操作和管理 同时和充电站点的主人分享利益 那当然因为充电也需要时间 充电站的主人可以在旁边 有一些复合式的经营 例如卖咖啡啊 卖餐点啊 或是其他的卖效服务 另外Blink的收入来源 还有出售电力给电动车司机 拥有长期的独家充电桩合约 甚至有一些金流 例如交易处理费 或网路管理服务等等的收益 最后Blink的订阅服务提供订阅者充电站的位置 从美金零元到99块 客户可以各自选取符合自己需求的服务 就好像你今天点Uber Eats 最后结账的时候 要不要再加点其他的点心 你可以自己决定的概念 当然ChargePoint和Blink两种营运模式各有各的优势 ChargePoint通过销售充电桩 可以有很多的手笔支付费 来进行额外的产品研发和销售 另一方面Blink虽然承担较多的成本 但通常也会有较多和客户的长期独家合作合约 ChargePoint也说了 一旦汽车电动车普及率扩大到总市场的3% 收入就能达到10亿元 因为从2017年开始 客户增长率不管是硬体或软体服务订阅户 都呈现了稳定上涨的趋势 从收益比可以看到 由于ChargePoint的卖段充电站模式 第一年都可以帮公司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前期收益 接下来的软体与维护服务费 也为公司提供了将来稳定的收益 从未来的收益预期可以看到 ChargePoint对公司在接下来的7年中 有着非常好的成长 从2021年到2026年 达到年复合成长率的60% 所以前进你也渴望在2024年会实现正增长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的主角ChargePoint 目前和SBE空白支票公司 准备要合并上市咯 在合并完成后 他们将会重新命名为CHPT 目前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上面 没有财报可以分析基本面 但是看看Tesla 看看马斯克 想要参与车用充电桩蓝韩的各位们 机会来了 不好好把握吗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目前因为疫情而火红的 视讯软体公司 Room Z-O-O-M 今天的车用充电站分享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影片 快快用力按下订阅和喜欢哦 下次再见 拜拜